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德国虽然也有很多中参观 但是还是比不上中国 所以我特别想回到中国 去年我和我们学校的老师同学们一起去了北京大连和成都 在大连 我们参加了一个封闭的夏令营 做了热气球 画了批划听 还有很多有意思的活动 非常开心 在成都 我们看到了大熊猫 这是我第一次看见真的大熊猫 特别激动 成都的小吃也非常好吃 但是太辣了 特别是火锅 在成都 最让我开心的就是 一天晚上 我们合唱团的老师和同学们一起去了小酒馆 在小酒馆 来了一次快山 大家一起唱了非常有名的歌 成都 特别开心 后来 在成都 我们的合唱团还开了演唱会 这再一次 让我觉得学好汉语 非常的重要 最近 我们已经两个月没有去学校了 我在家里经常联系些汉词 也复习很多汉语水平 考试四季的词汇 我相信 只要我努力学习 一定能把汉语学好 谢谢大家